AV81 泰瑞克斯 新加坡首款自研轮式装甲车 综合性能看比史翠克 最大特点换头数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采用不同的武器配置 机动性据说比美军的史翠克装甲车还要强 不过就是这样一款找不出毛病的战车 却在国际市场屡战屡败 外销四处碰壁 新加坡推出泰瑞克斯时 印尼 土耳其虽然有购买的想法 但时至今日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随后 泰瑞克斯还先后参加美国 德国的竞标 结果也均以失败告证 问题来了 AV81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强大 为什么没有国家愿意买单呢 泰瑞克斯的真实性能究竟如何呢 随着轮式装甲车不断升级 其越野性能已经与履带时类似 加上重量较轻 容易驾驶 造价便宜等优点 轮式装甲车成为各国的香饱饱 成为欧美快速反应部队的标配 美国陆军的主力作战部队 配备清一色的史翠克装甲车 新加坡这边也推出了泰瑞克斯装甲车 不过泰瑞克斯装甲车并不算是新加坡自研 准确来说应该是合作研发 由新科工程与爱尔兰提莫尼公司合作研制 这也没办法 新科工程虽然生产过重型矿业车辆 但不具备研发装甲车的能力 只能选择合作 而爱尔兰提莫尼公司 也是台湾研发4M32云豹的合作厂家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二者强强联合 推出的泰瑞克斯装甲车相当成功 特点就是可以换头 也就是模块化 虽说先进装甲战车 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模块化的标签 但泰瑞克斯装甲车属于模块化 最彻底的那一个 在最初研发的时候 新加坡就要求 一切都要从提高战场使用效益出发 实际作战时要拆得快 装得快 泰瑞克斯装甲车的最初型号 属于人员运输车 车顶装备了一顶新加坡紫研的 LRWS遥控武器站 一具40毫米的HL型榴弹发射器 鱼艇7.2毫米的MAG型同轴机枪 烟雾探测器 激光测距仪 夜视仪也是标配 根据用户作战需求 泰瑞克斯装甲车可以随意换投 除了人员输送车型的 LRWS遥控武器站组合 用户也可以选择带有双向稳定装置的 M242型25毫米机炮 与7.2毫米同轴机枪的组合 或者是搭载105毫米主炮的突击车 以及搭载新加坡自制 120毫米快速迫击炮系统等 改装成战场救护车 装甲回收车等车型也是轻轻松松 除了模块化 比美军的史翠克装甲车更强 泰瑞克斯装甲车外形稍微有些特殊 整体比较流畅 车体侧面也没有其他装甲车常见的射击孔 新加坡大概考虑到 在车辆高速行驶的状态下 车载步兵通过射击孔射击的命中率并不理想 于是选择了取消 没有射击孔之后 车体两侧的防护相对更好 当然作为一款轮式装甲车 空运自然不会少 泰瑞克斯装甲车的基本重量为18-20吨 最大战斗重量24吨 重量较轻加上车身较矮 不仅可以由C130或同类型运输机空运 而且可以直接开进或开出机舱 快速部署能力极佳 同时 其战场机动性更强 泰瑞克斯装甲车 配备一台美国卡特·比勒公司的C9型运输机 并搭配爱丽逊公司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公路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10公里 可以越过700毫米高的地面障碍 或者2米宽的后沟 这个速度相当不错 就算是石崔克装甲车 最大公路速度也只有每小时100公里 此外 泰瑞克斯装甲车还具备两栖能力 其一车为两侧 各安装一个转向式的浮游推进器 水面行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公里 机动性好就算了 泰瑞克斯装甲车的舒适性也不错 该车内部装备了中央气压调节装置 可以根据车辆在地面行驶的情况 自动调整轮胎内的气压 提高装甲车在松软路面上的行驶速度 这连火力军就不多说了 算是先进轮式装甲车的标配 在防护方面 泰瑞克斯装甲车稍微不如史崔克 但也够用了 双层车壳与微型车底设计 使得泰瑞克斯装甲车全车 可以抵挡7.62毫米子弹的攻击 车头斜面可以抵挡12.7毫米子弹的攻击 车底可以承受12公斤的炸有爆炸 除了基本装甲防护之外 它还能加装被动装甲套件 防御能力进一步提升 加装装甲套件后 泰瑞克斯装甲车的车体 可以抵挡14.5毫米子弹的攻击 对于装甲车而言 防御到这个阶段就已经够用了 再后也没什么用 毕竟也扛不住反坦克导弹的攻击 至于战场的特殊武器 则交给全车核生化防护装置处理 也正是因为出色的性能 新加坡在2000年代就正式确定 使用泰瑞克斯装甲车取代V200 2006年 泰瑞克斯装甲车正式装备新加坡军队 并用最后的知识产权 新加坡采购的泰瑞克斯装甲车 大约有435辆 只是这样的一款装甲车 外销却极为惨淡 新加坡推出泰瑞克斯装甲车之后 印尼就有意购买420辆 并希望以技术转移的方式 在印尼本土设立装配线 马来西亚出版的《亚洲防务评论》 也对泰瑞克斯装甲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土耳其奥托卡公司也提出 在土耳其建立泰瑞克斯装甲车生产线的建议 只是到最后 印尼和土耳其都没买 此外 泰瑞克斯装甲车还参加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期战车一期计划的竞标 新加坡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需求 推出了泰瑞克斯2 其车体更大 重量达到了32.5吨 防护水平有一定的提高 泰瑞克斯2还对微型车体进行了优化 变成了双微型 第一个微型在传动系统和悬挂系统 第二个微型在车体传动系统上方 也就是载原舱和乘原舱 较低的微型底部设计用于吸收地雷 或者简易爆炸装置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 第二个微型车体则可以进一步衰减冲击波的破坏力 降低人员伤网的可能性 在重量体型防护增加的情况下 泰瑞克斯2也保持了高水平的两气机动能力 配备一台卡特比勒六缸涡轮增压柴油机 使用爱迪逊4500SP6速自动变速箱 最大速度达到90公里每小时 可以在15秒之内从0加速到每小时50公里 水上幅度时采用两个螺旋桨推进器 行驶速度6节 也就是每小时11公里 即使是4级海况下依然如此 对于泰瑞克斯的研制经验 新科工程在开发泰瑞克斯2时 着重改善了态势感知能力 驾驶台配备了多个屏幕 可以显示车体360度的视野 可以说泰瑞克斯2并非一个单一的作战平台 而是作为网络中心战体系的一部分 只是泰瑞克斯2性能虽好 但还是被淘汰了 2018年6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 变异系统公司和伊维克公司组成的团队 击败了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 与新科工程团队 赢得了最后的竞标 泰瑞克斯2竞标失败之后 新加坡退出了泰瑞克斯3 参加澳大利亚的竞标 与前辆款不同的是泰瑞克斯3属于不战车 泰瑞克斯3安装了一个MT30型无人炮塔 这是以色列艾尔比特系统公司的产品 由UT30BR无人炮塔发展而来 还有一门MK44大毒蛇二型 30毫米机炮 也就是M242大毒蛇的升级版 可以使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穿甲燃烧弹和高爆燃烧弹 有效射程3000米 用于打击轻型装甲目标 在火炮左侧 安装了一艇7.62毫米并列机枪 炮塔的右侧 还安装了一个双联装的长钉 LR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用于打击挂载爆反或者栅栏 这种厚重装甲的坦克 另外炮塔正面还有四具烟雾弹发射装置 可根据车体四周的激光告警装置 进行自动发射 火力的提升 导致泰瑞克斯3的战斗权重增加到35吨 并缺乏量气能力 在陆地400项目中 泰瑞克斯3需要与加拿大的LAV3 芬兰的帕特利亚AMV35 通用动力欧洲地面系统公司的皮兰哈 德国蓝金属的犬石犬 法国奈克斯特公司 VBCI等车型竞争 最终泰瑞克斯3被淘汰 到目前为止 除了新加坡之外 只有加拿购买了19辆泰瑞克斯3 虽然外销较差 但泰瑞克斯专家车参加美国 澳大利亚新型战车选行事件本身 已经证明了泰瑞克斯车族的性能并不差 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就比如在美国海军路战队 两期战车的竞标中 编译公司推出的ACV 与新科工程的泰瑞克斯2 在性能上各有前求 ACV的战斗权重略轻 载员更多 陆地机动性不错 但水上行驶速度不如泰瑞克斯2 ACV对防护性能进行了加强 可以达到与防地雷反复机车型 相当级别的生存能力 在这方面 泰瑞克斯2就相对较弱 为了追求内部空间和水上性能 装甲结构体积较大 加上没有获取先进装甲材料 又要确保防护 只能在重量上妥协 车辆载荷不足 但是相比较ACV 泰瑞克斯2在技术上更加成熟 相对来说价格也更便宜 总和而言 泰瑞克斯2与ACV起股相当 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更看重两期作战车的陆地机动 及防护性 才会选择ACV 此外 在2024年的新加坡航展上 新科工程还推出了泰瑞克斯S5 除了泰瑞克斯车组的 以往优点之外 S5版本还可以将周围环境的立体视图 投射给机组人员 并且具备景音模式 性能更上一层楼 在国际市场上应有一席之地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泰瑞克斯装甲车 与史翠克装甲车哪款更好用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感谢观看